天才刚亮 一群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青年 从基隆港口出发 扛着巴格隆爱的旗子 在大马路上跑着 原住民歌手苏敏恩 推动了为部落而跑活动 7月5号开始 希望用5天的时间 从基隆港口跑回台东 借由马拉松的方式 唤起更多族人 回家参加马里古达 平均20岁的青年队伍 不管白天或黑夜 他们就这样不断地赶路 虽然天气不稳定 但不影响他们往前跑的决心 而部落族人也给予这群年轻人 高度的肯定 路跑就是把文化 我们都要交给年轻人 我们好几个文化都失去了 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找回来 为部落而跑的部落青年 背着屯林穿越大街小巷 响亮的声音 抱信着年轻人回家吧 他们用实际的行动 表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更希望未来更多的族人 能跟随屯林的声音 找到回家的路 记者本居家的地板台东东客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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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